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教育人生 我是高维旭 行情路况往下看法不变 有机会的股票跟没机会的股票 投资朋友 你必须去检视你手中 有没有这些该出场的条件 或是要进场的条件 我们先把这两个东西讲的 比较清楚一点 什么叫做有机会的股票 在第一档第一期期的 上礼拜友台的电话连线 其实我有讲到的是什么 要注意的是被动元件的国具 昨天强势 华兴科 好 可是今天做一个休息 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在第一期期的股票是可以去留意的 是可以去留意的 包含什么包含了 鸿海 我认为打到这边都是一个长线 的一个好的机会点 都是一个好的机会点 所以你必须留意那些是有机会的股票 你要做什么动作 把高级期的高位阶的股票去做一个 获利出场换现金的动作 当你获利出场换现金的动作 你就会有两个选择了 第一个选择 你有现金在手上 你可以保持空手光旺 或留大部分心灵在手上 不参与第四季的行情 因为股价 加群指数在这个位阶 我认为风险极大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你可以要继续赚到第四季 你可以把钱移到哪里 移到我刚刚说的低基期的那些股票上面 我认为现在的操作就是这样的走法 那什么叫做没有机会的股票 我今天在盘中年线我也特别讲 今天在10分钟 我也再重新再说一次好了 3293星象 世上投资朋友 从9月份这一段的涨势 从378元涨到434元 总共涨了14.8% 2546的雨均也是一样 从9月2号一路上去 涨了多少 涨了30%的空间 3687的 Oh my god 也是一样 这一段从9月份涨上来 涨到最高点40.2% 总共涨了多少 涨了31% 就449的传期也是如此 涨上去了 涨了15.7% 涨了涨幅 虽然比较少 但是还是全部都在涨 来 大宇之 这一段 从102.5涨到123.5涨到20.4% 但是今天全部出现一件事情 全部出现一件事情 这叫做什么 高档出现上影线粗量 高档出现上影线粗量 包含什么 3293的形象 看到没有 这些你要特别去留意 这叫做我认为比较没有机会股票 你必须要去留意的 我这边来看一下 我们讲比较好玩的 3546的 宇峻 一样高档流上影线粗量 那这两股票是非常好玩的事情是什么 若你了解动态筹码的话你会了解 这一段从9月2号 一路往上布局到9月27号之前这段时间 谁在买它 康核证券永恒丰公司 积极去做买进 配合两家外资 台湾摩根斯坦利跟瑞斯信弹 去做一个买潮 外资 所以你要了解一件事情 投资朋友 今天高档出现 你要了解 如果你手中有这档股票的投资朋友 你要去了解一件事情 盘后筹码你要去追踪 因为康核证券在 9月27号就没有再买进了 如果今天带量出来 带量出来流上影线 反而这家的内资系统的力量 做一个获利下车动作 这档股票暂时就必须面临休息 讲解完了 这是我在盘中电话连线讲的 游戏概念股 什么叫做没机会 什么叫做有机会 我相信我讲的都很清楚 提供你投资朋友去做一个参考 你可以检视我对于股票的分析 以及对行情路况的看法 是不是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 如果你差异化差在哪里 差在你没有执行力的话 你认同为序 可是你没有执行力的话 欢迎你在广告时间 不是广告时间 在看完这个节目之后 欢迎你做一件事情 做一个动作 私讯或者是直接打电话进来 跟我们现在做一座联络 让我带着你 做勇敢的交易动作 卖掉没有机会的股票 把资金转进有机会的股票 这个才会让你变成一个什么 股市上长时间做对的事情 会成为股市上交易的霸主 我是高维旭 祝大家操作顺利 活力满满 身体健康 我们明天见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